阿勒泰地处新疆北部 素有北疆水塔之称 以阿萨克民族为代表的游牧民族 在这里世代沿袭 无论是高山 峡谷 还是河流 荆棘 他们都会赶着牛羊骑着骆驼 带着全部的家当追寻水草丰美的牧场 阿勒泰的天然草场和泉水孕育了牧场上的生命 当年出生的羔羊肉质油冷酥软 油脂崩沛 清汤烫火炖上一锅 无需任何多余的配料 一点点盐巴和花椒的佐费便已是枝鲜味美了 阿勒泰的 辽阔的草原 肥美的牛羊 这不是阿勒泰的全貌 这里是乌伦古湖 也叫浮海 湖水面积近九百平方公里 这里渔产丰富 素有戈壁大海的美誉 污伦古湖最为著名的就是东国界 这种传统的古鱼方式延续至今 东式的阿勒泰将刚刚捕捞上来的浮海鱼和羊肉搭配在一起 鱼吸收羊的猛香 羊吸收鱼的鲜甜 去山去腥 鲜上加鲜 鱼羊鲜汤是人们冬季郁寒的重要佳药 冬季的阿勒泰 矮矮白雪 仿佛童话般的世界 在这里感受毛雪版的古老记忆 去找寻最原始的快乐 他们在这里追寻着自己热爱的生活 简单 自然 他们在这里坚守着永恒的信念 用快乐诠释着生活的真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